兄弟们,我是袁胖 创业有乐趣,发明有方法 大家对发财感兴趣的 可以多多关注发明迷商城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新型发明项目 是一款新型的农用机械 叫做水稻各种摆盘机 这个发明人叫做藤玉飞 来自黑龙江虎林的 是一个地地道的中民 水稻玉秧摆盘 其实作为水稻机械货来讲 它还是一项空白 都是采用人工的 传统的人工摆盘 比较费时费力的 效率一低下往往成本就高了 还耽误着农时 所以这个唐师傅就觉得 如果搞一个摆盘机出来 是不是也是一个发财的机会 所以他就暗自下定决心 要发明一台农用机械 来代替人工摆盘 摆盘特别辛苦 他摆了一天以后 回家手动摸起枪刺 当时想用什么样的一种模式 能把这个央盘给他送下去 后来我就看见过 看见那个跑步机了 用履带 皮带传动 然后就试了一下 感觉跑步机还算可以 然后就把这些零件配件啥呢 都找齐了 大家就把这个形式弄出来 唐师傅的想法其实很不错 发明往往是来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的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只有你自己觉得 注意个什么事情 你碰到了一定的麻烦 才会想着去发明一个东西 来解决它 这样就方便大家了嘛 如果有一台这个机械 来代替人工摆盘 那就方便多了 效率也能够提高几十倍 甚至上百倍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唐师傅这台机器 到底最后做成什么样 第一代有很多 就是都是手动的 手动它去调整 然后我们就开始 第二代 像第一代出现的一些问题 出现这个就是皮带传动 我觉得皮带传动它太死吧 这种是要求尺寸非常严格 在这个过程中吧 我就想 用什么东西能代替它 我看见这个播种机上 有这个毛泵刷 然后就用这个毛泵刷去带去 这出来还出来 就是用手的那 那个推动它试试 感觉还是效果还不错 不少人为了发明 都是倾家荡胆 负载累累 唐师傅也不例外 本来就不富裕 最后家里变得比较艰难 好在唐师傅最后 一直坚持下去 机器是研发出来了 效果多好啊 我要给它做到最好 利用力度最高的 想把它这个推向市场 所有的用户团阅都用了 它这台机器通过电动推送 可以进行拨图摆放 一系列操作 实现了这个摆盘的自动化 使用的时候呢 只要将这个机械启动 然后放入央盘 机械就会自动利用毛刷滚 电子感应 快速度呢 将这个央盘摆得整整齐齐 一个小时就能摆盘 一千多盘 相当于12个工人 同时在工作 央盘摆得呢 是非常整齐 而且有次序啊 完美地解决了人工预央的 这个劳动强度大 工作效率低的这些问题 凡是发明迷的产品 如果找圆胖 圆胖给你送礼了 要找圆胖 请评论 私信留言 就可以了